完全文坦,绝静有门道 大家好,这里是原子谈吉他教室 我是原子 如果你是吉他爱好者或者是指谈发烧友 那么请点击关注我来获得我的最新动态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请一键三连对我表示鼓励和支持吧 来吧,拿起吉他跟我练 一路火花,带闪电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曲子呢 毫不夸张的说话应该是很多很多人真正的指谈入坑曲 它呢,就是来自Andy McKee的Riley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方大演示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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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做一个整体平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对 最终是这样的 这种符的感觉可以弹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好 接着来看到第十小节 好 我们在第九小节最后的执法是这样的 十指在三弦的七品 无名指在四弦的九品 而中指在六弦的八品 对不对 来到第十小节的时候 十指先提前放开 但是不要拿得太远 那么中指和无名指同时平移 中指还是在六弦 无名指还是在四弦 只不过这个时候他们同时平移到 一个品上去 来到哪儿呢 五品 这个时候中指无名指都在五品上 只不过一个是在六弦 一个是在四弦上 那么接着我们将十指下来按住二弦的八品 六 四 三 二 四弦前一起做一个滑音 也就是说你在从前面的指法平移到 平移过来的时候 你只需要拿开你的十指 另外两个手指呢 都是在同一弦前上动 没有太大的改变 接着做完滑音之后 手指放开 正常的做一个休止就可以了 先用十指提前按住一弦的七品 接着右手过一弦之后 滑到一弦的九品上 然后接着一弦的十品 后面又是一个一弦的九品 好 大家看到这里我的无名指 已经提前伸出来了 那么来到第三拍的时候 十指上来按住二弦的十品 而无名指按住六弦的七品 六 三 二 一 六 四 三 二 四根弦前一起做一个滑音 好 做完滑音之后 试试下来按住一弦的九品 接着用中指积一弦的十品 好 后面一弦十二品 滑到十四品的这样一个技巧 动作呢 我们用小指来按住一弦的十二品 接着滑到一弦十四品上 好 这个地方其实 你用无名指做滑音也是可以的 只要你的 这个手指的跨度能够够大的话 但是呢 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用小指来按这个一弦呢 因为它涉及到后面的指法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其实真正的去弹的话 一定不要用无名指 滑到一弦十四品之后 接着我们来看看第十一小节 试试下来按住二弦的十二品 和三五弦的空弦 一起做一个滑音 好 接着我们看到后面 这两个数字后面都有一个像 斜向下的斜线 从上面写的G 它其实是做一个像低把位的五位滑音 滑到哪呢 小指最终是来到一弦的十品 而试试是来到二弦的八品 也就是这两个手指同时动了 四个品位 来到一弦十品和二弦八品之后 再和三弦的空弦一起拨 接着再往前走 十指召开 小指不动 还是在一弦上进行移动 最终小指是来到一弦的五品 而十指按住二弦的二品 我们最后是这样一个指法 所以说在一开始 我们从一弦十二品滑到十四品的 这样一个时候 不建议大家用五米指 因为如果说用五米指 这样一个地方 它的跨度 我们常人是很难去按的 好 按照谱子上的这样一个节奏 我们是四二三一二三四 对吧 这样一个弹法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 它其实还有其他的不同的处理方式 比如说 大家有没有听出来 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个地方我弹 弹的就是四三二一二三四 就是完全按照琴弦的顺序 就没有交叉了这样去弹 四三二一二三四 对吧 谱子上是四二三一二三四 有一个细微的差别 那么再夸张一点 按照它最原始的方法 就是直接一二三四行弦 做一个弹音 这三种方法 大家都可以去选择 那么来到最后一排 这个地方 首先是拇指的一个 敲弦的制音 敲到六弦上就可以了 最后拨 一弦之后 连续的击弦 分别寄到一弦的七品和九品上 这个地方需要稍微注意一点的 就是看你更喜欢哪一种感觉 如果说你喜欢它最早的 最有激情的那个版本 那么你就重用地敲下去 如果说你看它最近的 或近几年的视频比较多的话 你会发现它在这里 它会更多的喜欢有一个弱起的感觉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会敲得很轻 甚至轻到有时候听不到 以及接下来的这三个音 它都会弹得很轻 就看你更喜欢哪一种感觉 你就去模仿哪一种感觉 就可以了 好 我把第十小节到第十一小节 两个小节连起来 看给大家听一下 好 这里补充一点 就是我们看到第十一小节第三拍 这个最后弹的四弦空弦 它上方和下方都有这个小过号里面带一个点的这样一个标记 就是一个延音的标记 也就是我刚才弹奏中 我弹完这个四弦空弦之后 让它稍微延续了一会儿 这个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好 那么这个就是曲子的intro段 第一小节到第十一小节的讲解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曲子的A段 第十二小节到第十九小节 下来看一试 中文字幕——YK 好 来看到第十二小节 除了这个A段的段落标记之外 它右边有一个讲的比较像S的这样一个标记 它是这个是senile的标记 它是一个特殊 表示的是一个特殊的跳跃 跳转 也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弹到后面之后 某一个地方 我们需要再跳回到这个地方 来进行第二遍的弹奏 当然等到具体到后面 我们看到那个比较特殊的标记 和它对应的标记之后 再回来讲 我们现在来看到第十二小节 从这个地方开始 就是怎么讲 实际上来说 就是一二弦和上面的三四五六弦 一起用的这个机会就更多了 所以说大家在去看谱子的时候 一定要稍微带 稍微的去转换一下 比如说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十二小节里面 一二弦上有些十的位置 同时包含着一些 三四五六弦空弦 以及二或者五品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 大家一定先不要 先入为主的觉得 他们的跨度是不是好大 事实上 我们转弯到手上来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跨度并没有那么大 好 现在看到第十二小节 在第十一小节最后我们是这样弹的 对不对 那么接着我们来到第十二小节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平移到一弦的十并上来 和六三二弦一起做一个盘音 接着拨三弦的空弦 后面是一个装饰音的机弦 实质提前按在一弦的七品上 接着 无名指 迅速的积在一弦的九品上 其实这个第十二小节的第一拍 它实际弹出来的节奏 是一个什么呢 前八后十六的节奏 如果说我们先把这个装饰音的机弦去掉的话 它是这样的 对吧 因为这个七品的音 它是一个装饰音的 它是一个装饰音 所以说它不占实质 那么把它撇开掉的话 其实就是十品音 空弦 九品音 那么接下来我们加入装饰音的话 就是 对吧 整体的时间还是没有变 只不过中间加入了一个比较短 比较快的音 好 接着 好好看 第二拍是这样的 先拇指先敲 然后接着无名指 做一个装饰音的勾弦 再敲 实际上来 按住二弦的七品和三弦的空弦一起拨 好 再来一次 前半拍连起来 其实是这样的 好 这两个音连到第三拍 我们来看到第三拍 先摸五弦的空弦 好 后面四弦的五平 我们用小指来按住它 好 弹到二弦空弦的时候 再来松我们的左手食指 好 接着 来到第四拍的手 再拇指敲 好 我们来看到第四拍 这个敲弦的位置 就和前面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来到第四拍 敲完之后 拨的直接就是四弦的空弦 所以说 从常规的角度来说的话 用拇指直接敲完四弦 再来拨四弦的话 它是最舒服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这里标的是在四弦上 好 因此它其实 实际来做这个技巧来说的话 它肯定不像六弦 能够敲得那么清脆 因为我们可能要避免说 可能去指甲去碰到五弦 或者是六弦这样的地方 所以说它的力度 可能不像我们去敲六弦那么淡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就行了 好 把第十二小节连起来 让大家听一下 好 这个二弦十平的音 往后沿 我们看到第十三小节 小指保持在二弦十平上不动 中指上来按住六弦的三平 接着六 四 三 二 拨到二弦的时候 小指再松开 换到十指来按住二弦的七平 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 好 接着第二排 拨指先敲 接着拨二弦和三弦 只不过这回时候 拨指再下来按住二弦的八平 再敲 小指再按回到二弦的十平 就这样一个变化 大家再来看一下 好 其实最后 当第二排最后一个二弦十平音的时候 其他手指都可以松开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第三排 一开始出现了一个六弦的二平音 其实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就要直接用到一个大横按了 因为我们看到后面还拨到一弦的七平 但是这个时候 一弦的七平和此时六弦的二平 它们其实是在相同的一个品位 因为三四五六弦夹了五平 而一二弦没有夹五平 它们之间正好相差了五平的一个距离 那也就是这样的 小指按住二弦十平的时候 直直做一个大横按 六一二 最后一弦的空弦 把左手松开 好 再来看到第四排 拨指再一敲 首先是先拨一弦的空弦 接着食指和中指同时积在琴弦上 时时积的是一弦的九平 而中指积的是二弦的十平 最后 五平指再来积一个一弦的十平音 其实在实际弹道中 虽然这几组音 它不是那么容易的能够被很明显的听到 但是你只要把这个动作做出来 它就可以了 实际上出来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尤其是最后一个 积到一弦十平音 它可能会比较弱一点 好 我把第十二小节和第十三小节 两个小节连起来 谈人来听一下 好了 第十四小节 这个时候我们先把五平指松开 食指和中指还是保持在琴弦上不动 接着和六弦空弦一起播 先做一个机弦 五平指再积回到一弦的食品 三弦空弦 后面再是一二弦一起播 都是食品的音 好了 第二拍的时候 五平指松开 一个扫拍 拇指敲六弦 接着用你的中指 五平指或者中指一个手指 往下轻轻地一扫 或者一打 主要把一二弦打响就行了 接着这个地方 五平指再按回到一弦的食品上来 拨一弦 五平指滑到一弦十二品的同时 右手敲在六弦上 再一次 这个右手敲琴弦和五平指滑到一弦十二品的这两个音 它是同时出现的 接着 实时上来按住二弦的食品 接着再用五平指击到二弦的十二品 同时右手在出这个机弦的十二品的音的同时 播一个五弦的空弦 这个地方可以加一点点柔弦的动作 好 然后第三弦后晚弦 三眼空弦 在二弦的十品音 这个时候五平指就可以松开了 好 接着 再一次 首先我们是一个扫拍 下去之后 再拨二弦的十品音 下 上 拨三眼空弦 同时食指往低把位去走 这里有一个向低把位的五位滑音 最终来到二弦的七品停下 同时也可以加一点点柔弦在里面 好 我们直接看到第十五小节 这个地方来二弦七品音沿到后面之后 四三一弦 大大大 前八后十六 只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弹到一弦空弦的时候 需要注意左手的食指呢 可能你在前面会稍微倒下来一点点 但是弹到一弦空弦的时候 一定要稍微立起来 不要碰到一弦了 好 第二拍 右手抄下去之后 二三四 好 接着 然后第三拍 左手松开 来到二弦的二品 按住它 二三一 大大大 前十六 后八 最后一拍 就是这样 一个机型 好 我把第十四小节到第十五小节 两个小节连起来 让大家听一下 好 好 来到第十六小节 食指 再回到一弦的七品 那么无名指先拿开一点点 从前面的一弦九品上拿开一点点 但是不要离得太远 为什么 一二三 六弦 做一个爬音之后 无名指是要再机回到一弦的九品上 拨完三弦空弦之后 无名指平移到一弦的十品上来再拨 一弦 好 右手抄下去之后 做一个装饰音的爬音 使无名指迅速地从一弦的十品 滑到一弦的十二品 好 再敲一下之后 实际无名指再回到一弦的十品 接着中指也按在二弦的十品上 一二弦一起拨 好 再来一次 前两拍 好了 第三拍的时候 大 大 大 拨到最后一二弦的这一组音的时候 中指不动 但是无名指离开 用十指按住一弦的九品 其实这三组音 就是从五弦的空弦开始 一直到一弦九品 以及二弦十品这一组音 它的实际节奏 其实是前八或是六 大 大 大 好了 最后一拍的时候 无名指又按回到一弦的十品上 接着一个扫拍 下 好 这样 打下去之后 接着 一二弦一起拨 做一个装饰音的勾弦 无名指能迅速的在勾响 一弦的九品 所以说 我们的十指也不要着急离开 好 最后一个一弦 二弦十品 我们放掉其他手指 最后换到小指来按 因为我们看到第十七小节 这个地方是不是比较熟悉 尤其是它的第一拍 接着用我们的中指按住六弦的三品 最后一个二弦七品 换到十指来按 接下来二弦八品 还是用无名指 再敲一下之后 我们看到二弦七品 以及三弦的二品音 其实它们还是在相同的品位 那么另外 在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还是要换到十指的大横按 只不过没有其他手指去按 还有第三拍 六五四二 虽然看到有二品有七品 但是还是 如果刚才说的 它们其实还是在相同的品位 所以说弹到这么多 相同品位的音的时候 用大横按 是最舒服的一个方式 接着 第四拍 掐到最后 三四 最后 三弦空弦 松掉左手的十指就可以了 好 我把第十六小节到第十七小节 这三个小节扔起来 看看大家听一下 好 接着来看 第十八小节 跟我们的无名指能按住五弦的四品 接着 六五四三 依次的去拨琴弦就可以了 来到第二拍的时候 右手敲下去 十指按住二弦的七品 再敲一下 十指上来按住 三弦的二品 其实它们还是在相同的品位 只不过一个在下面 一个在上面 接着第三拍 还是前八号十六的节奏 大 大 好 来到第四拍的时候 首先是一个机弦 无名指 机在三弦的四品上 后面就是一个二弦七品到八品的机弦 其实还是如刚才说 这里三四五六弦的二品和一二弦的七品 它们是在相同的品位 最后一组音 无名指松开 二弦的七品和三弦空弦 一起拨 好 我把第三拍的第四拍先连起来 弹给大家听一下 再来一次 就这样一个节奏 好 好 来第十九小节 时时不动 中指上来按住六弦的三品 好 弹到二弦八品的时候 时尺再可以松开了 用无名指来按住二弦的八品 好 接着第二拍 右手敲 好 再敲的时候 中指下来按住 三弦的二品 这个时候时尺再上去按住六弦的二品 第三拍的时候 六 四 三二 其实它们实际的节奏还是前八后十六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按住二弦的八品了 好 最后一拍 最后一个滑音 其他手指都可以松开 中指保持在三弦的二品上 这个时候和四弦空弦一起拨 接着中指滑到三弦的四品上来 其实弹完这个小节之后呢 我们后面就接的是 对吧 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 至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疑惑 至少我自己原来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 在配合到当时第一次看这首曲子的谱子的时候 我说 我在想 这里是不是少了一个音呢 对不对 少了一个什么音呢 对不对 其实它是一个 虽然说我们在谱子之外 听到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滑到三弦四品就停下来 只不过因为要衔接到后面的指法 它有一个手指松开的动作 那么它可能会带到一个什么呢 可能会带向一个三弦的空弦音 对不对 其实反而我觉得加入这个音 或者说让它轻轻轻轻轻的发出一点音 在这个前后的衔接的地方 好像还挺好 至少我原来在初次听这首曲子 在一集结合到第一次看谱子的时候 虽然我没有看到这个音 但是我在仔细的看它的一些视频之后 我发现它好像有这么样一个细微的动作 大家可以去试着去做一下 就是轻轻的带响了一点点三弦空弦音 我把第18小节和第19小节点起来 谈着大家听一下 好 这个就是曲子的A段 第12小节到第19小节的讲解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曲子的B段 第20小节到第27小节 下来看音试 好 我们来看到 第20小节 其实这一个小节的内容 包括后面21小节前面一点点的内容 准确说是它的第一拍 我们是在intro部分有弹过的 至少音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在这里的节奏 或者说在中间填充一点点的东西 所以说只要你intro部分弹的是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在这个地方只要习惯去改变一下节奏 或者说习惯中间填充的一些技巧 或者说一些音的话 那么这个B段来讲的话 它其实在有些地方你弹起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好 前面我们第2第19小节最后 对吧 滑到四屏来之后 左右松开 三四五六的琴弦做一个空弦一起播 这个地方就有一点点不同的 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我们弹完这个二屏的这些音之后 马上稍微的右手轻轻的打一下琴弦 然后接着再转换到这样一个制法 中指在六弦三屏 小指在三弦四屏 十指在四弦的二屏 这样一个制法 大家看到后面的一个小叉 写在六线谱的外面 上面写了一个 这个地方其实是在Andy越来越 怎么讲 越到后面他更加喜欢的一种 这样一个处理的方式 主要是填充节奏 在这个地方我们用右手的小指 轻轻的去打一下面板 作为节奏的填充就可以了 就这样一个感觉 再来一次 好 接着看第四拍 还是整体的平移 平移到后面这样一个制法来 中指在六弦的八屏 十指在四弦的七屏 而无名指在三弦的九屏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 这个地方五弦上是一个带扩号的小叉 实际上表示的是一个 如果按谱子上来看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幽灵音 并且还是一个门音的幽灵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地方 其实它实际主要的作用 就是作为填充节奏用的 有时候按我的理解来讲的话 这个五弦的音 其实它可以相对随远一点 就是 你有时候把五弦的空弦拨响了 那就拨响了 有时候中置倒下来 把五弦闷住了 那就闷住了 就两种其实都是一样的效果 因为我们最终听的是 这些音 好 来到第21小节 转换两个指法的位置 两个手指的位置 最后再右手敲一下 那么我们从前面的指法到这里 是怎么样做的呢 好 大家看到 第21小节第一拍 谈完之后是这样的 十指在 三弦的七品 五弦指在 四弦的九品 那么好 这个时候 到后面的时候 中指十指都松开 五弦指顺着四弦 来平移 一直平移到 四弦的四品上来 接着将我们的十指 按在 二弦的七品 和六弦 以及三弦的空弦一起拨 就是这样一组音 再来一次 给大家看一下 是以无名指作为这个参照的 好 这一组音延续到第三拍的时候 我们看到后面是四零四 如果说按照原谱上来讲的话 它确实这么弹 而且这三个音 它是比较轻一点的 就是不需要播的太明显 然后第四拍的时候 一个敲弦下打 四三二 执法都是不变的 那么如果是换到 近几年 Andy他的弹法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 按我的理解 就是Andy在弹这首曲子的时候 从他06年一直到 现在2020年来讲的话 他对于这首曲子的理解 可能越来越不太一样了 也就是 他会更加去突出 这首曲子的旋律的部分 而对于一些填充性的音呢 他会做得越来越弱 比如说我们在最开始 那个最早的那个版本 他每一个音都弹得特别有力 特别饱满 就是可能相对来讲 不像现在去弹这首曲子 那么那么带有感情感 那么丰富 简单来说 就是他在弹这一段的时候 他现在可能会是这样的 比如说轻轻的就播一下四线音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这种方法怎么样呢 要么右手就直接不弹 就等一会儿 或者说轻轻打个板 说的开玩笑一点 就是Andy可能在 这首曲子中 可能右手是越来越偷懒了一点点 但实际上 从曲子最终的听感上来讲的话 其实这样的处理方法 我觉得可能是比最早的那种 弹奏的从情感上来讲的话 其实处理的是更加的细腻了一点点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大家学到谱子上弹 没有问题 如果说你想 也学他那种 现在的这种感觉的话 你可以把这些音稍微减少一点点 都没有问题了 好 我把第二十小节到第二十一小节 两个小节连起来 谈给大家听一下 好 接下来看到第二十二小节 首先他第一拍 六四弦的五品 以及二弦的八品 这个地方其实从前面的指法转换到 这里特别好做 十指五名指分别像你的右边平一品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 十指就来到了二弦的八品 五名指就在四弦的五品 那么接着我们只需要 把中指按在六弦的五品上 这是我们在第一拍 需要用到的指法 六四三二 实际弹出来 结果就是四个十六分音符的感觉 就是非常均匀的 好 又有圈上去之后 其他手指松开 十指保留在二弦八品上不动 接着做一个装饰音的极弦 用五名指寄在二弦的十品上 好 再敲第二下之后 十指上来按住三弦的四品 这个地方就从前面二弦八品 移动了一个品 并且跨了一个弦 好 接着来到第三拍的时候 这个地方十指保留在三弦的四品上不动 但是我们看到六弦上写的是一个 七这个地方实际上的跨度还是比较 怎么讲 就是纵向的跨度其实是比较难受的 如果说大家可以去换一下用到五名指来讲 虽然说可以把六弦七品按响 但是我们看到需要弹的什么 六五四三四根接线 不管你是用十指还是用小指 其实在对于五弦来讲的话 都是不太容易去弹响的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标的是一个 幽灵音响 因此这个五弦的空弦音呢 其实它也是比较自由一点点 其实说白来也是看原范 你能弹响就弹响弹不响就算了吧 就随道去吧 甚至说你可以把这个地方弹成一个前八或者六的节奏 你干脆就把这个五弦空弦音给不弹了 就是六六四三 因为我发现其实在Andy 他自己去弹的时候 80%的情况下 五弦空弦是可以弹响的 但是偶尔他也会出现这样一种 就是五弦的空弦是没有弹响的 弹的是一个闷音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你要么就是随它去吧 要么就是改成前八或者十六 就是六四三 这样两个方法都没有问题 并且你用无名指小指也都是一样的 好 接着第四排 好 先敲拨一弦的空弦 再敲 实时按在三弦的耳边上 再来拨三弦 好 接着第二十三小节 第一排还是前八后十六的节奏 实际弹出来的话 虽然我们看到谱子上 看上去好像不像前八后十六 对吧 但是说两个声部 低音和高音声部合在一起的时候 实际弹出来我们听到的 它就是一个前八后十六 五四三 好 等一会之后 好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连续的 击勾弦 先用无名指击在三弦的四平上 再是一个连续的勾弦 先用无名指勾 三弦的耳边音 再用实质勾 三弦的空弦音 最后用无名指点在四弦的四平上 就是连贯的是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这个地方呢 为了避免说 你不管是无名指 还是实质在做勾弦的时候 可能会带到下面的二弦 或者一弦的话 那么建议你前面 在这个实质按住三弦二平之后 在准备做这样连续的击勾弦之前 那么就提前的把实质稍微倒下来一点点 那么另外需要注意一点的 就是实质在做最后勾弦的时候 那么你反而是要立起来一点点的 因为如果太倒下来的话 那么百分之百的会弹 会勾向这个二弦的空弦 所以在这个地方 对于左手的一些细节 这个处理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有时候你需要稍微倒下来一点点 对吧 有时候你反而需要 立起来一点点 这样才能够把音能够弹得更加清楚一点 好 接着 第三拍 四 三 一 好 一个一弦的延音 实质在按在二弦的五平上 来到第四拍 是这样的节奏 好 我把第二十二小节 回到第二十三小节连起来 大家听一下 好 接着来看到第二十四小节 这个和前面又是一样的 好 接着看到第二十五小节 这个地方就没有手指的交换 而是左手整体的平移 右向后平移两品 中指就来到了六弦的十品 十指从四弦的七品到四弦的九品 而无名指从三弦的九品到三弦的十一品 整体的平移了两品 好 再第二拍 唱完之后 左手松开改变支法 试试效来按中二十的水柄 中指的在四弦的五品上 这个地方大家看到十和五之间 从数字上来看到 跨度比较大 但事实上按出来的 其实还是在相同的品位 好 演绎过来之后 好 第三拍后面是这样的 四三四对吧 这个地方我们在前面二十一小节有讲过 大家可以去选择性的 把里面填充的音稍微适当的减一点 或者说就按着上面弹 都是一样的 第四拍就是下上 这样一个扫牌之后上 大家看到谱子上是一二弦这两个音 其实主要表示的是你的十指 往上轻轻一带就行 不一定说非要把这两个音 带的特别特别的小 就是 你带到三弦带到四弦也没有问题 而最后呢 就是这样 先是四弦五平 再是四弦的空弦音 好 我把第二十四小节和第二十五小节连起来 让大家听一下 好 接着我们来看到第二十六小节 这个地方其实在intro部分我们是有弹过的 好 中指五明指分别在六弦和四弦的五品 而小而十指下来按住二弦的八品 对不对 大家记不记得在intro部分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弹的啊 只不过就少一个右手的这样一个敲弦而已 好 接着 实际上来按住二弦的十品五明指呢 再按住六弦的七品 就这样 好 再来一次 好 这不是我们看到第二十六小节后面有一个tube coda的这样一个特殊跳跃的这样一个标记啊 但事实上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我们在前面A段开始的时候 在第十二小节它有个sneo的这样一个标记 那么如果说大家有看过 关于特殊跳跃的这样一个视频的话 呃 大家就会知道在这个sneo和ds之间 他们的这样一个跳跃的方式在进行之前哈 中间我们碰到了其其他的像什么coda tubecoda他们其实是不生效的 也就是它优先级是排在这个sneo之后的 所以说现在我们第一遍谈的时候看到这个tubecoda 啊 先不用管它 直接往后谈谈到看到第27小节 小指来到一弦十四品之后 实际在按住二弦的十二十二品和三弦五弦的空弦一起播 哎 结果是这样的 大 大 再一次 哎 右手轻敲一下 最后小指来到一弦的五品 实际在二弦的二品和三弦四弦的空弦一起 一起播哈 好 最后 下 上 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做扫拍的时候已经是第三拍的后半拍了哈 再来一次 下 上 这个地方上的话还认识是轻轻的往上一拉就行了哈 不用做的特别的刻意或者特别的明显 第四拍 一样的 好 那么再说到这个地方 其实如果说大家有仔细去看的话 其实这个这一小节处理方式呢 我反而是按照最原版的这个方式去弹的哈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换到Andy他近几年他比较习惯的这样一个弹法的话 其实是怎么样呢 就是在哪个地方 在第一拍 我们看到一弦十品和二弦八品音这个地方啊 如果说从谱子上来看的话 他其实是把它往后挪了一点点挪到哪呢 和右手敲行的那个动作是在一起的 实际弹出来是这样的哈 是这样一个感觉哈 我们原本是 大大大大 对吧 他现在就是大大大 再来一次 我这个时候不念哈 大家听一下 这个是谱子上的 如果说现在的话是 他其实相当于把两个动作合在了一起 就是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拇指敲的同时 右手呢 中指加上五米呢 轻轻地往下弹 后面都是一样的 好 我把第二十六小节到第二十七小节两个小节连起来 大家听一下 好 那么这个就是曲子的B短 第二十小节到第二十七小节的讲解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曲子的A二短 第二十八小节到第三十五小节 现在看影视 好 通过刚才的演示 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出来 这个A二段和我们前面有学到的这个A段 它其实几乎是一样的 那么准确一点来说 它就在一个地方的旋律和A段是不太一样的 也就是在其中的某两个小节的某一个部分 它和A段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其他的地方呢 是完全完全一样的 没有任何节奏以及音上面的改变的 好 我们顺着来看 先来看第二十八小节 二十七小节最后是 对吧 接着第二十八小节 二十九小节 好 弹到第二十九小节的第三拍 前面那种我们都是有弹过 那么变化来了 就在第四拍 首先右手掐下去之后 紧接着拨一个三弦的空弦 有一个连续的击弦加上点弦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先来看 先拨完三弦的空弦之后 拖一会儿 时指迅速的击在三弦的四屏上 接着中指击在三弦的五屏上 那么最后一个一弦九屏 时指迅速的下来 点在一弦的九屏上 节奏是这样 大大大大 就是敲完之后 大大大大 相对来讲 在这个地方一弦九屏一 不是那么容易的去把它点响 但是我们去对比起 Andy他自己的弹奏来讲的话 其实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有时候一弦九屏一 点的不是特别响的话 也不用太过去怀疑自己 因为这个地方 确实不是特别容易 去把它做的那么那么的响 因为第一个 它不像三弦 前面是有音 而产生了极弦 这样的话 能够把音做的比较响 那么另外一个 是本来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我们实实是直接从上到下的一个过程中 并没有从外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 你的准备起来的一个势能是比较小 那么转换成动能的话 也就比较小 那么最终转换成听量 听音量来讲的话 其实也就不会特别的大 这是一个正常的 就这样一个节奏 好 我把第28小节到第29小节连起来 看给大家听一下 好 失智保持在1弦的9品上不要动 直接看到第30小节 中指下来按住2弦的10品 和6弦空弦一起播 千万拍 这个一顿操作 我们仔细来看 是做勾弦 勾想1弦9品 就是上来按住2弦的10品 我们谈2弦10品的同时 实质上来 从1弦的9品上来按住 3弦的4品 他们还是在一个平的 再从3弦的4品 滑到3弦的2品上来 最后勾想3弦的空弦 好 后面 这个4弦的4品呢 我们用5名指来按 那么接下来最后的2弦10品呢 就只能留给 小指来按 那么在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加一点柔弦 前提是 你对这 两拍 有足够的熟练度的时候 你再来加入这样一个柔弦 可能会让你显得更加从容一点 好 再来说到这里的节奏 前两拍 它实际弹出来节奏呢 就是8个16分音符 也就是非常非常均匀的意思 好 再来一次 接下来第三拍 前八后16的节奏 大 好 第四拍 松小指 右手敲的时候 松小指 那么十指提前按住 2弦的7品和3弦空弦一起播 中间有一个 7品到8品的机弦 我们用中指来做 那么最后弹2弦7品音的时候呢 再把中指松开就行了 那么最后一个7品音 你也可以再适当的 加一点点柔弦的音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把前面的第29小节 连着和三式小节一起 因为这样一个 这两个小节之间 它的旋律是连贯的 再来连起来 大家来听一下 好 接着来看到后面三式一小节 从这里开始呢 一直把这个 A2段谈完 都是我们在前面有练习到的内容 都是我们在前面有练习到的内容 35小节 35小节 好 那么这个就是曲子的A2段 第28小节到第35小节的将近了 我们在前面有练习到的内容 我们在前面有练习到的内容